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觉得乌鸦就是写字台的实验品 《爱丽丝梦游仙境》作为一本在19世纪 由数学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 不仅故事本身依旧快至人口 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能看到很多以它为主题进行的二次创作 范围之广形式之多 从小说绘本到电影游戏 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 尤其在泛女性向的题材中 更是爱丽丝重灾区 光是有爱丽丝元素的仪女游戏就超过五款 在电影《魔镜梦游》大获成功后 迪士尼速速的推出在各方面都强力升级版的 《胡桃千语奇幻四国》 同样改编经典同样奇幻冒险 而且这次女主还有更多漂亮大裙子可以穿 但结果却一整个惨败 当然啦 一个作品的暴死是有很多原因的 但我们似乎也能从中窥探出 《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故事 确实存在一种独特的魅力 所以今天我会译这本 《远流出版的挖开兔子洞》 深入解析爱丽丝漫游奇境 从五个主题 有浅至深的为大家揭晓 原作中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情节和冷知识呢? 后来的创作者们 又为什么这么喜欢以它为主题去发挥创作? 好的 废话太多进入正题 第二集 首先我要知道 这世上该不会只有我 到了高中才发现 《爱丽丝梦游仙境》 其实有第二集吧 不是迪士尼的电影哦 是原作 第二集叫做《爱丽丝静忠奇遇》 也简称静忠奇缘 剧情以爱丽丝在经历第一集冒险归来后 以镜子为穿越媒介 来到另一个以夕阳其为概念设定的奇幻异想世界 《魔镜梦游》的续集《时光怪客》开头 就很道地的采用了这个部分 第一集的《梦游仙境》是扑克牌马 而《镜中奇遇》则是以《夕阳奇玩法》为概念延伸展开的 爱丽丝在书中的互动和移动 都可以转换成《夕阳奇的走法》 虽然不是完全正宗的规则 知名度也不如第一集 但整体的故事设计可谓是相当用心 红星皇后不是红皇后 相信看过《梦游仙境》的大家都对于剧中出现的 红星皇后印象非常深刻吧 这个在扑克王国中任性且霸道的王者形象 也算是本作的icon之一 甚至被老东家的《纽游仙境》系列拖出来二创 但其实加上第二集的《镜中奇遇》 爱丽丝总共遇到过两位红色的皇后哦 一位是扑克牌的红星皇后 另一位则是西洋奇的红芳皇后 而著名的生物学理论红皇后假说就出自这里 爱丽丝来到棋盘世界后 发现自己无论跑得多快 自己也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她好奇地问红皇后 于是就有了那句 在这个国度中全地奔跑 不过是为了维持在原地而已 这句话被生物学者 延伸为知名的红皇后假说 也就是两种生物为了生存 而相互施加压力 影响对方演化进程的历程 这个 许默在开篇故事提过的理论就是这个哦 行踪沉迷性格奔放 又有着慵懒气质和古怪微笑的柴俊猫 也是系列故事的一大亮点 哎话说你们都怎么叫她啊 我都念柴俊猫啦 在原作中也曾经提到 因为没有身体所以不能砍头 柴俊猫可是连红星女王都没办法的狠角色 但事实上这只猫是有主人的 就是公爵夫人 这位角色被叙述成容貌丑陋 而且喜欢教训别人 我之所以特别把她拖出来讲 是因为在英兰高校的梦游仙境特别片中 稀有的 有这段二创 英兰在这集中的表现非常惊人 很好的把春斐的故事线和原作结合起来 还有很多像是杜杜鸟的出场 风貌课的逻辑猜谜都有引用还原 虽然初看会让人一头雾水 但作为原作的补充来看啊 可谓是非常出色的表演 真实的爱丽丝与卡罗尔 就是爱丽丝这位冒险的主人公 是有现实原型的角色参考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我手上的这版啊 甚至贴心的附上了真人年表 在手稿本的资料中 作者卡罗尔甚至在整本书的结尾处 贴上了爱丽丝七岁时的照片 对她的喜爱程度可见一般 而其中有关于原作中 这幅插画的解析 本书也提出了一个有趣且锐利的看法 这段剧情出现在第三章 爱丽丝因为一个人人有奖的比赛获胜了 所以她获得了一枚顶针作为奖品 这段颁奖的剧情啊 并没有古怪之处 而是要配合插画一起看 据说作者卡罗尔会嘲笑自己的口级 她的姓是Dachshund 会被自己念得很像是Dotodachshund 也就是肚肚鸟的英文发音 所以如果把这个看作是作者的化身 不觉得这个场景就像是在举办婚礼吗 有牧师 男女双方和亲友团 更有手中的信物顶针作为交换 当然啦 这是本书艺者的脑洞 我觉得彼此结婚啊 这更像是一个广义的签订契约仪式 至于我为什么会这样推论 留到最后的心得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吧 相信看过前面的素材啊 大家也都发现了 说爱丽丝梦游仙境是最强二创素材也不为过 基本上特别篇总集篇拿出来溜溜 大家换个装玩个角色扮演啊 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有关这个故事的二创能量来源啊 我们从书名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首先原文书名为Alice Adventure in Wonderland 没错不同于其他故事 一上来就丢出了一个Wonderland 中文通常翻译作仙境或魔境 这个世界观的概念 二创空间一下子就大起来了有没有 而在这个世界观中呢 不同于童话会出现比较刻板的人物印象 比如说恶人继母 好人仙女 英雄王子这样的套路 在梦游仙境中 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设定 所有角色对爱丽丝来说 都只是冒险的一部分 而且精神状况感觉都不太正常啊 所以无论是人物的设定和羁绊 都让二创有更大的疑郁和想象 然后再插一个题外话 大家还没有发现啊 风貌客这个角色 几乎在所有二创延伸中 都是帅哥 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 他是在原作中 少数以人类形态出现的角色 比起白兔啊 这种动物就更容易做联想 啊不过这些其实在后来 也都是帅哥就是了 再来就是不得不提的美术风格了 夕阳旗与扑克牌 重复花纹与横条色块 是构成梦游仙境的重要设计元素之一 虽然有的时候会给人一种诡异反常的感觉 但也为这个梦境做了一个更有特色的 与现实世界的区分 最后呢就是我最喜欢的 爱丽丝梦游仙境可以说是一个 不强行上价值观的故事 什么善友善报啊 诚实至上啊 这种很常出现在童话故事中的规训感 在本作中却非常微弱 这当然也同时让这部作品 深陷一些千古争议中 什么作品暗喻的恋童啊 嗑药啊 违法交易啊 不过这些劣奇象的讨论啊 并不是这支影片想传达的主题 在读完原作和注释解析后 我始终认为 爱丽丝梦游仙境是一部用心打磨的文学作品 有着星期且丰富的幻想设定 虽然绕口 但充满童趣的文字游戏 和大胆开放不被价值观绑架的故事架构 这一切都让本书成为一部 足以风靡全球流传至今的热门作品 而证据就是全书的最后这段话 因为各个版本的修订略有不同 我怕你错过 所以一定要放上来朗读一下 爱丽丝走后 姐姐想象着她长大成人的样子 想象她还保留着童年纯真的爱心 将其他孩童招呼到自己身边 听她讲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这些单纯的烦恼和单纯的快乐 并一直记得这段童年欢快的夏日时光 那条通往兔子洞的小路 真的为一代代的孩童 建立了一个丰富的想象世界 而他们之中的有些人 也成为了创作者 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如同我前面提出过的地结契约论 作者留下的 是每一个爱丽丝无论身份年龄语言地点 都还能无条件再次前往梦游仙境的契机 那么今天有关于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原作秘星 和二创解读就到这边啦 今天的这五点秘星分享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部分呢 又最喜欢哪一部以爱丽丝为主题 或二创能量的作品呢 都非常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也欢迎来我的IG FB看看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觉得这个地表上不可能有 介于15到20岁之间的青少女 不喜欢魔性梦游的吧 这肯定通杀啊 据说作者卡罗尔会嘲笑自己的口吃 口吃 我根本来就对咁吃了一边 说实说是什么 我根本来就对咁吃了 我根本来就对咁吃了 我根本来就搅拌了 我根本来就对咁吃了 我根本来就对咁吃了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